1998年12月11日 一枚Delta-2星火箭搭载着NASA 耗资1.25亿美元的探测器飞向了火星 原本这枚重约638公斤的探测器 应该在10个月以后抵达既定的火星轨道 然后开始围绕着这颗红色行星 展开一系列的大气气候和表面变化的探测 可是在顺利飞过数亿公里正当NASA的工程师们 准备举杯庆祝之时 这枚火星气候轨道器却意外跌入了火星的大气 被高温点燃后撕成了碎片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NASA马上就开始启动了调查 可结果却是存到令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原来这个意外是由设计和建造探测器的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同控制和导航探测器的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们之间 沟通不畅所导致的 在设计阶段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们 以音质单位棒来表示力 但是在空间任务中的标准做法 应该是要用到公质单位的牛顿才行 所以中间是需要有一个转换才行的 可探测器到了JPL那边 他们的工程师以为 这样的转换已经是完成了的 于是就直接拿 洛克希德马丁那边提供的数据 写进了探测器的推进软件里面 牛顿每二次方秒和棒每二次方秒 混在了一起 怎么可能不出错吗 最终的结果就是探测器到达火星的轨道 远远低于预期 在那里与火星大气发生了剧烈的摩擦 直至烧毁 所以你看一个简单的单位转换 就能瞬间干掉1.25亿美元 这大概算得上是小错误 带来大损失的天花板了吧 这点呢我们倒是很值得进行啊 因为我们压根就只会使用工智嘛